最开始这个箱子应该是拆包过后 你就把这个箱子这样 反正这个箱子从那一头 从另外一头可以抽出去 然后就给它挂上来 挂上来过后挂到这个平的位置 平的位置它这里有螺丝 这下面有螺丝洞 然后就可以给它戴上 戴上 扣螺丝就好了 以后保养的时候就把这螺丝松了 松了过再给它抽出去 就可以保养了 然后这里有几根管子 这上面这根是回扭管 它就是预防注含剂抽多了过后 溢出来它从这里又回流 就回流管 然后这一根管子 然后一直通到外面的 通到外面的话 这根管子就是注含剂管 这里加了一个重的东西 重的铜 然后保证这根注含剂管 能够沉到铜底 然后它就会自动抽注含剂 这里有两个接近开关 这里有两个接近开关 它这个接近开关上面会有数字 插三的话接的位置就是活动轨 活动轨的意思就是说 你条宽窄会动的那根轨道 然后插二就接定轨 这个间距 我们这个间距 这个 光眼头这里 你这个感应板 大概我们的话就是说 因为每一种光眼 它都有个感应距离 我们一般是要求在五毫米左右 五毫米左右 不能超过八毫米 螺丝一松 你可以上下调这个间距的 把间距调到合适位置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可以调它形成的 如果说你觉得它喷雾太宽了 你可以把它往里面调一点 反正就是说这个东西感应到这个光眼 它就会往那边走 它是来回感应的